藍屋彩繽紛的浴巾上 因為連日來的大雨都枯萎了 但是趁著228連續乍起好天氣 還是沒有交習民眾出外踏青的好心情 如夢似幻的十足海棠花點綴 讓新店碧潭水岸步道充滿春天氣息 也湧入不少人朝拍照打卡 好久不見的太陽公公終於賞臉 讓民眾樂開懷 就連附近攤商也露出笑容 想看櫻花就往山上走 占地三千坪的昭和櫻花和富士櫻花 很可惜因為北部雨下不停都被打壞了 寒寒 終於放寒了 下了整個禮拜的雨 可是今天花好像有點少 對啊 花好像都卸掉了 可是就是就出來走走 廉價好天氣 週六全台回溫 水氣少 只用東半部會有零星飄雨 週日微弱東北風暴到 北部早晚低溫14度 但白天全台又是好天氣 到了28號廉價最後一天 全台明顯回溫 北部東部高溫26度 中南部上看28度 想趁假期出門散心 可要把握久違的溫暖陽光 華視新聞林亭亭 洪西宇 薛松前 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